然后啊咱们现在啊 终于把这个优化目标啊 都给大家导完了 咱们再来从原始完整的看一下吧 将一组啊 n尾的向量降低到一个k尾 这个k啊肯定是大约0小圆的 然后呢我们要目标什么啊 选择k个单位证交机 你要降低成几位 那你肯定要选择几个证交机吧 使得啊咱们原始数据映射到 这组进入这组啊 这组机上 要使得方差尽可能的大 并且呢 两两字段的之间的斜方差 是等于0的 这就是我的一个要求 一方面 两两字段斜方差等于0 另一方面方差尽可能去大 那怎么办呢 咱们来看 这个时候啊我要做什么 这个时候我可以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的一个斜方差的一个矩阵了 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 在我信任单书当中啊 有这样一种表达啊 就是 它的含义就是说 比如说你有m数据啊 咱们这边写m分之1 x是我的一个数据 x乘上一个s转置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得到了一个斜方差矩阵啊 得到一个前方差矩阵啊 咱们把右边这个式子啊 给它展开来看一下 展开之后啊 咱们来看 咱们先看对角线上 对角线上是什么值 对角线上啊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里啊 假设说啊 我们这个m值是等于0 m值等于0啊 就是等于各自数据的一个平方向 再除上一个数据的个数吧 那这不就是一个方差项吗 所以说啊 就是说 当我们算一个前方差矩阵的时候 对角线上是我的一个 各自的一个方差 那非对角线上是什么 我们来看 就是当前这个值计算完之后啊 非对角线上 它是怎么算的 Ai乘上Bi 那这里是默认咱们的均值等于0 这个是什么 这不就是我前面给大家看的 这个斜方差吗 所以说啊 当咱们构造了这样一个斜方差矩阵啊 这个斜方差矩阵啊 是非常非常好算的 直接啊 咱们用X乘上X转置 再除上一个 咱们样本的个数 就能够得到咱们的一个斜方差矩阵 在斜方差矩阵当中啊 非对角线上值啊 就是我的一个两个圆 就是两个字段之间的一个斜方差 并且呢 它有什么样的趋势啊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左下角和右上角 A这是AiBi 这右边也是AiBi 相当于什么 它俩相等的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比较到了一个矩阵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对称的吧 因为你这个A和B算斜方差 跟你这个B和A算斜方差 它俩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 当我们构造了一个斜方差矩阵之后啊 我们好像就什么都有了 既有了我的一个方差项 又有了我的一个就是斜方差项 所以说啊 咱们只需要算啊 这样一个斜方差矩阵就可以了 矩阵啊 对角线上啊 两个元素分别是我们的一个方差 那其他元素呢 就是我A和B的一个斜方差 并且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对称阵 因为A和B和B和A啊 它俩都说的是一回事 那我们想 当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斜方差矩阵之后 哎 我希望什么 首先我希望找到的就是 哎呀 我要把方差进一个排序吧 因为对角线上 我得到的是一个方差项啊 得到的是一个方差项啊 我可以把 我认为方差越大的 可能排在越前面 我可以做这样一个排列吧 并且我要干什么 咱们之前怎么说的 咱们之前是不是说 让我的一个斜方差等于0啊 那也就是说 在我当前得到的 这个斜方差矩阵上 我要把这个矩阵 做一件什么事啊 要让它非 就是非对角线的元素 都等于0 因为非对角线元素 非对角线元素啊 就是我斜方差的一个值嘛 要让斜方差等于0 那说明一下什么事啊 让这些位置都等于0 那说白了 也就是要让我这个斜方差矩阵 进行一个对角化 只让它对角线上的值是有值的 其他的位置都是等于0的 这就是我要做的一件事 那怎么样把我的一个相差矩阵啊 进行一个对角化呢 在这里啊 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依据 这个依据啊 也是现在说当中啊 给我们直接的一个结论 如果说对于一个10 对称的一个矩阵 刚才大家可以说了 它是不是对称矩阵啊 一个N和ND啊 它的一个10对称矩阵 一定能够找到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一定的 一定能够找到N个单位正交的特征向量 那这一点啊 可以说啊 就是数学上的一个非常巧妙之处了 因为我们当前得到的斜方差矩阵 在这个矩阵当中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N个单位正交的特征向量 这个是10对称矩阵 它的一个性质 当我就是我们刚才求出来那个斜方差矩阵啊 恰好它不就是这样的一个10对称矩阵吗 那我对这个矩阵进行一个矩阵分解 我一定能够找到 ZN个正交的特征向量吧 那ZN个特征向量 就可以使得我当前的这个是对称阵 比如说 咱们刚才那个斜方差矩阵 进行一个对角化吧 所以说啊 现在啊 我们的目标终于得出来了 当我们求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斜方差矩阵之后 对我的一个斜方差矩阵 去求它的一个特征向量 去完特征向量之后 我的一个特征向量 就可以使得它进行一个对角化吧 那咱们的目标落在哪呢 但咱们的目标就落在这个特征向量上了 那这个跟我们的RDA又离又接近了 特征向量和特征值 特征值啊 代表特征向量的一个重要程度 当我们求出来了这样一个特征向量之后 我们根据特征向量 所对应的特征值 按从大到小进行一个排序 比如说一共有N个特征向量 然后呢 对应N个特征值 在N个特征值当中找前K个最大的 前K个最大 比如说是10个 那么我们就把这10个特征向量拿出来 有这10个特征向量之后啊 我就可以去做啊 我的一个降维的操作了 利用前K行啊 组成的一个矩阵 再乘上我的一个原始矩阵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 咱们变换完之后的一个矩阵了 这个就是我PC啊 从原理上来说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说白了要干什么 说白了就是求我这样一个斜方差矩阵嘛 为什么求斜方差矩阵啊 刚才给大家说了 因为对角线上恰好是我的方差 非对角线上恰好是我的一个斜方差 然后呢 让我的一个斜方差矩阵 它的一个非对角线元素等于0 相当于是做这样一个对角化就可以了 又恰好有这样一个性质 时对称矩阵啊 它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N个单位正交的特征向量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PC啊 从流程上来说该怎么去做 那首先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吧 当我拿到了一个数据之后 它的流程是长什么样子 拿到一个数据啊 第一步啊 我给它做了一个0为中心化 也就是说 比如说 这是一个X 这是一个X1 这是一个X2 然后呢 这是1号数据 然后这是2号数据 这是3号数据 这是4 这是5 然后我一共是有5个数据 每个数据啊 是有两个特征 X1和X2 那首先 我先对X1和X2 做一个以0为中心化 比如说啊 在这个维度上 然后减去X1上的一个均值 然后现在呢 它就以0为中心化了吧 所知加价肯定是等于0的 对X2来说啊 也是一样的 都是以0为中心化 只是先对数据啊 做一个变换 然后咱们要求什么啊 求的是我的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五分之一 再乘上我当前的一个数据 X 再乘上我当前数据的一个转质吧 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斜方差矩阵 该怎么算吧 有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式吧 我们来看 五分之一乘X 乘上X的一个转质 这我就得到了咱们的一个斜方差矩阵吧 斜方差矩阵 咱们的这个 这个对角线表达什么 表达一个方差 非对角线呢 表达的是它的一个 就是 对角线表达是两个特征 之间的一个关系吧 然后 对我斜方差矩阵 我进行一个矩阵分解 进行矩阵分解的时候 我肯定能够求出来它的特征值 还有它的一个特征向量吧 求出来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之后 比如说蓝的1等于2 蓝的2等于五分之二 然后呢 CE对应蓝的1 CE对应一个蓝的2 然后现在是不是说 我有两个特征值 那原来是一个X1和X2 它是两维的 我想给它降成一个E维的 怎么办啊 在我的蓝的值当中啊 找一个最大的吧 谁最大 蓝的1最大 所以说我把蓝的1对应的特征向量 CE给它拿到手 CE是什么 CE来说啊 它就是一个11吧 咱们先不看这对角化 然后咱们先说这个CE 那CE来说 它是一个向量吧 然后呢 咱们之前怎么说的 我要给它当成一个G 是不是说 要把这个G啊 做一个单位化呀 就是说 比如说咱们这里就是一个 1比上一个 1的平方 加2的平方 那么在根号下 1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那是不是 根号2分之1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结果 相当于啊 把它做了一个 呃 规议化啊 咱们得到了一个 当前的一个单位向量 那这个就是我降维完 就是我需要降维的那个轴 或者说我那个G 那有了G之后 咱们还有数据 是不是咱们刚才说了 用我的G 乘上我的一个数据 我就可以得到当前降维完之后的一个结果了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原来 它的一个X1 S2两个维度 然后现在呢 我变成了一个维度 它的一个值 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变化啊 这个啊 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我降维 就是我降维的一个流程 是长什么样子 说白了 找到相差矩阵 求出来特征值 找特征值最大的特征项量 把最大的特征项量 带过来 反回去 乘上我的数据 就得到降维完之后的一个结果了 从流程角来说 还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PCA的一个整体的流程 但是需要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用相差矩阵 为什么要让我这个相差矩阵 对角线为底 这个刚才给大家解释过了 咱们就不再重复去说了 然后对角化呢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当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项量之后啊 我的特征项量 一定能够使得 我的一个原始的相差矩阵 变成一个对角阵啊 咱们来看 把C1和C2 进行了一个单位化 单位化之后传进来 这是我的一个C1 这是我的C2 再乘上原始的我的相差矩阵 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就变成了一个对角阵啊 也就是说啊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啊 使对上阵可以做这样一个 对角化的一个变换的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啊 最终PCA的一个结果 现在啊 你是建一个异围 然后你选择了其中一个特征项量 那你建两围呢 选择前两个最大的不就可以了吗 这两部啊 跟LDA当中啊 都是类似的 比如说PCA当中啊 我们注重的是一个方差 LDA当中呢 最终注重的是一个类别的所属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啊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咱们PCA啊 它的一个数学的原理啊 从团到尾的一个流程 是长什么样子的 好